2009年,21岁的妮妮,在传媒大学,南广学院语言传播系学习,她凭借出众的外貌,优雅的气质,优异的学业成绩,以及一口流利的英语,迅速成为校园中的焦点人物。 妮妮的身边不乏追求者,还深受班主任器重。年少时的妮妮,并没有明确的明星梦,然而她的外貌和气质,总是能让她在人群中脱颖而出。 人们常说,长得漂亮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,妮妮无疑是个例证,她经常收到情书和礼物,校园里任何好事,大家都会首先想到她,甚至在食堂,阿姨妹也会特意多给她打菜。 妮妮享受着这种被众星捧月的感觉,并逐渐学会了如何利用周围的资源为己所用,靠着自身的美貌和社交手段为自己获取了不少便利。 孔一年,著名导演张艺谋来到各大艺术院校,为她的星座精灵十三拆选角。 张艺谋已经为此奔波了两年,虽然见过无数候选人,但始终没有找到心目中完美的女主角。 张艺谋对女主角欲莫的角色要求极为苛刻,不仅需要演员的外形,符合时代背景,还要求英文流利。 最好是南京级的演员,且能讲一口低道的南京话,这样的条件,在圈内几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。 在班主任的推荐下,妮妮得到了宝贵的试镜机会,她的表现让张艺谋眼前一亮。 看到她的试镜视频时,她一锤定引由妮妮出演玉莫。 这个重要角色,2011年,《精灵十三拆》上映后,引发了极大轰动。 影片获得了第69届美国金球奖,最佳外语片提名,成为张艺谋导演生涯中的。 又一部经典之作,妮妮也凭借在影片中的出色表现,一举斩获第六届亚周电影大奖,最佳新演员奖,成功踏入影视圈,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某女郎,初出茅庐极达巅峰。 随后的几年,妮妮的事业一路高歌猛进,接连出演了多部电影作品,迅速成为电影圈的宠儿。 她甚至一度公开表示,自己不会自降身份,去拍电视剧,而只会在电影圈那展身手,在娱乐圈中流传着一种鄙视链。 话剧演员看不起电影演员,电影演员看不起电视剧演员,而电视剧演员则看不起小品演员。 作为新生代的电影花旦,妮妮放出豪言壮语,拒绝拍摄电视剧的决心。 似乎顺理成章,出人意料的是,仅仅几年后,妮妮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,不得不放下身段。 先拍电视剧,她的形象和人气急俱下滑。 这一切与六件丑闻有关,媒体和网友们将这些丑闻统称为六众门,严重影响了妮妮的公众形象。 一度让妮妮,陷入舆论的漩涡之中,这六众门分别是,陪睡门,照片门,整容门,撒谎门,背策门,合约门,陪睡门,指的是妮妮与张艺谋的绯闻。 既传,当年学习播音主持的妮妮,参加精灵十三差剧组演原选吧,在众多参选人中脱颖而出,获得了张艺谋的赏识,担任片中女主角玉莫。 为了能让妮妮演好,风情万种的玉莫,张艺谋特意把拍摄计划演后,专门花了三年时间,秘密对妮妮进行演艺培训。 每年的寒暑假,妮妮都会到北京封闭训练表演,张艺谋一有时间,就会过去亲自指导。 兴许是妮妮太虚心好学,张艺谋太会人不倦,两人经常待在房间讨论剧本,一对一培训,一待就是一整天。 有一次,张艺谋和妮妮被记者拍到在酒店培训,三天三夜未出,张艺谋和妮妮究竟是不是太认真训练,以至于废寝旺时,外界无从得知。 可以肯定的是,由于两人走得太近,传出了不小的绯闻,2011年,《精灵十三拆》上映,瞬间先遣了一阵热潮,而比电影更火热的是,张艺谋跟妮妮的桃色绯闻,妮妮和张艺谋被传关系非比寻常。 据说之后妮妮,能在电影圈站稳脚跟,并且资源不断,离不开张艺谋的鼎力相助,妮妮也因此被诟病赔税上位。 照片门事件爆发于2012年,一组妮妮入行前的大尺度照片,突然在网上曝光,引发了轰动和热议。 对此,妮妮的经纪人,没有否认照片不是妮妮本人,而是表示正在查,是否有人在故意黑妮妮。 随着事情的发酵,舆论越来越多,妮妮的声誉和形象受到了影响,为了挽回声誉,妮妮和经纪人决定向传播她照片的相关网友和论坛索赔106万元,并要求该论坛官网其官微致顶刀欠内容,持续时间不得少于90天。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,被告的网友当庭提交了证据,证实了照片和事件是真实的,虽然照片是真的,但该网友还是侵权了, 对妮妮进行了道歉,此事才告一段落,接下来是整容门,照片事件才过去没多久,妮妮又被爆出整容门,网上爆出了,妮妮整容前的大量照片,称她现在这张脸不是天然的,而是经过了科技。 由于才刚出现照片门不久,吃瓜群众还没有完全消化,很快又出现了整容门,对妮妮还是有一定影响的。 好歹明星整容,在圈内已经见怪不怪了,整容门随着时间的流逝,慢慢被人们接受和淡忘。 撒谎门,几件事情的累积,让妮妮郁闷至极,或许是想借助恋情,转移吃瓜群众的注意力, 又或许是想在这郁闷时刻,找个人安慰保护自己。 妮妮与冯绍峰发生了一段情缘。 2012年,妮妮和冯绍峰在一次活动中相遇,两人相见恨晚,火速坠入了爱河。 同年5月24日,冯绍峰发表微博,公开承认与妮妮恋情,两人如交似漆,初双入队,大秀恩爱,跟冯绍峰在一起之后, 妮妮显少再有绯闻传出,口碑有所回声,两人爱得轰轰烈烈,妮妮还透露,冯绍峰是自己的初恋男友, 按指自己情识简单,不料,两人并没有修成证过,而是以分手告终。 2015年5月17日,有媒体爆出,妮妮与冯绍峰分手,两人恋情正式画下句点,三年情断,双方恢复单身。 至于为何分手,妮妮称是,聚少离多,感情变淡。 然而,这个说辞并不能令人幸福,很快就有网友扒出,妮妮撒谎成性。 比如妮妮,此前和冯绍峰在一起的时候说,冯绍峰是她的初恋,结果被人拾锤,她从中学开始就谈恋爱了, 到了大学更是身边追求者不断,情感精力丰富,冯绍峰根本不是她的初恋。 不仅如此,两人分手的原因,也不是妮妮所说的聚少离多,而是两人家境相差悬殊。 更重要的一点,妮妮明明黑料缠身,却喜欢装轻刀说谎,装作一副纯洁无瑕的样子。 冯绍峰的家人,自然是不能接受这一点的。 更糟糕的是,妮妮被指,在与好友和闺蜜的关系中,多次被刺。 如果说撒谎自己没谈过恋爱,是为了留住冯绍峰,为了爱情,那还情有可原。 但做出被刺闺蜜和好友事情,就真的是妮妮人品堪忧了。 有一段时间,妮妮和Angela Baby玩得很好,两人以闺蜜相衬,经常一起逛街吃饭,频繁同框秀姐妹情,可能是娱乐圈的姐妹情。 向来塑料,说白了就是各取所需,很难有真情存在。 妮妮和Angela Baby交好,也只是看中了她有靠山,正值当红罢了。 表面上妮妮跟Angela Baby姐妹情深,实际上她没少做,插到Angela Baby的事情。 如在节目中,暗讽Angela Baby皮肤黑,在红坛上,Angela Baby好心扶她,结果被妮妮买通稿贬成女裤,捧高自己踩地Angela Baby。 谁红和谁玩,一向是娱乐圈的通病。 妮妮也不例外,除了Angela Baby之外,妮妮还和李宇春搞好关系,和她吵起了CP。 两人的CP反响还不错,明面上妮妮和李宇春愉快玩耍,安地里她一抓到机会,就疯狂被刺李宇春。 不止一次在节目上说,李宇春脾气的,难相处,杯子好闺蜜就算了,就连没有交集的前辈汤薇,妮妮还要刺一次,不为别的。 只因有人说她是汤薇接班人,众所周知,妮妮是顶着魔女郎的帽子出道,起点很高,很多人都看好她,觉得她演技不赖,甚至将她誉为汤薇接班人。 但妮妮却不太喜欢这样的称呼,她觉得汤薇和自己,不是一个档次的,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讽刺了一把汤薇,说自己就算拍四季也不会拖。 嘲讽汤薇为了火没底线,可妮妮自己倒好,上一秒还在嘲讽汤薇,下一秒就在电影《杀戒》里拍了罗细,自己打了自己的脸,最后一门合约门,是关于妮妮和景百然的恋情,集二连三的,被拔如此多的黑料,妮妮头疼不已,她开始炒作自己失恋的事情,表现出一副被冯绍峰抛弃的受害者形象,并表示感觉自己不会再爱了,用可怜博取同情,人们总是很容易同情弱者, 妮妮利用失恋收获了不少安慰,众人纷纷已为她深受情伤,是个可怜的痴情人,但令人没料到的是,前脚妮妮还说自己不会再爱了,后脚她就和景百然展开了新恋情,2016年3月,妮妮和景百然恋情曝光,双方经纪人承认恋情,称两人在一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,恋爱就恋爱吧,毕竟谈恋爱是人家的自由,更何况景百然和妮妮,属于俊男当女,十分养眼和般配,因此说, 收获了众多祝福,谁知事情在一次出现了反转,有爆料称,景百然和妮妮,属于合约恋爱,双方签订了协议合约恋爱三年,这样做的目的,一是为了宣传新剧,二是为了双方的人气和热度,互相捆绑炒作,本来合约恋爱这种爆料挺扯的, 有部分人相信,当然更多的人提出了质疑,觉得两人是真心相爱的,不像是合约恋人,但耐人寻味的是,三年后,妮妮跟景百然如期分手,刚好对应了爆料说的,合约恋爱三年,不知是巧合,还是早有预谋,妮妮与景百然分手纳会,合约恋爱被救世重提,这件事被称为合约门,两人没有回应此事,至于他们到底是不是合约恋爱, 只能说人者见人智者见智了,在这六重门事件后,妮妮的事业走向了低谷,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电影票房的失利,妮妮终于放下了曾经的骄傲,开始间拍电视剧作品,她先后出演的《天生长歌》和《陈希元》等剧,取得了不错的成绩,逐渐恢复了一些人气,经历了风波和沉淀,妮妮的演技和心态都发生了转变,黑料减少,形象逐渐恢复,如今,她在影视剧两条线上均有发展, 曾经的黑料女王,似乎完成了自我蛻变,至于未来的演绎之路,她将如何继续,还要看她自己的选择。